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彭哥週報 在本週我們操作股票上面 很多投資朋友都覺得好奇怪 大盤一直在漲漲漲漲漲 但是手上股票卻是一直跌跌跌跌 所以今天彭哥要在這邊告訴大家 現在台股最熱門的股票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做到股票很熱 但是卻很容易讓你賠錢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有哪些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熱門股的一個特點 這邊彭哥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我們看到一個 第一個叫做大家都會關注 因為我們講的 不管怎麼樣狀況 就是我們講的市場上面 或是討論取組上面 大家都會講的股票 譬如說就像台積電一樣 大家都會看 因為他是我們講的全值股的一個主流 但是還有一些 我們講各族群的指標 大家都會想看 所以我們 看到因為大家都會看的原因 也會造成他的成交量會暴增 再來就是這些股票 常常都會有一些新聞見報 就未來的我們講的景氣預測 或者是我們的業績 他會成長或衰退 或者是其他的周邊 他會有一些影響的時候 也會上我們很多各大報紙 這個就是我們網路上面 他會討論一個熱烈的一個主因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 很多股票 因為大家覺得之前買都會怕 都會怕原因就是買了就套 所以大家會覺得 我現在買進去之後 就要先漲個兩三天 確定有人追進去之後 我才要進去買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所以投資票買進去之後 發現奇怪 我旁邊怎麼人 大家都不買了 我持有的時候我就會心驚膽跳 這就是熱門股的一個特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 彭哥為什麼一直要強調股價結構 的一個重要性 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股價結構好 我們這邊看到股價結構好的話 就算你 我們講的 因為股價會漲漲跌跌 就算小跌的時候 他後面還是很容易 變成一個多頭 所以你要講 就是說我們要講 假設我們要做一個 比較長期的一個投資的話 你必須要 我們講的股價結構的變化 是要有利於多方的 就是我們均線 有呈現一個多頭排列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股價結構 如果他比較差的話 你凹單的話 很容易一次就上去 像最近的很多股票 一跌就開始連續跌 跌沒停的 之前的業績也非常好 之前的大家評比也非常好 但是很容易讓專家 跟投資人跌破眼鏡 再來就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明確的判斷性 有助於 有助於讓你賺的比較多 賠的比較少 再來 你爆股票 你會有安心感 這就是股價結構的一個重要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要討論哪些股票 這五檔股票 是我們近期最熱門的股票 像是金寶 泰鼎 大成鋼 GIS 跟國銅 這五檔是 我在股市51區的一個 最熱門的討論區上面 看到大家最想要討論一個話題 所以我們 我們用快速的用 股價結構的判斷方式 讓大家知道這些股票 他有多餘空 我們來看一下金寶 金寶這張股票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他的最後一個 我們講的 這張圖的最後一根 他出現一個超級爆大量 超過 將近3萬張的一個成交量 你看哦 之前慢慢的漲慢慢漲 感覺上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突然一根漲上去 所以這邊又告訴大家 這個結構他是多方結構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因為突然衝進去的一個量 衝進去之後 你就很容易 見漲追跌 見漲 見漲化 就是見他漲化 你才會想追進去 在這邊我們告訴大家 你一追進去之後 他掉下來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很容易心驚膽戰 因為又追高 而且 我們的價格又被殺下來之後 這時候你就很容易套在高檔 廣告要告訴大家 像這樣子的話 千萬不能跌破 這邊的10.4 跌破10.4 就是他會轉落 這是金寶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來看下一檔 泰鼎 泰鼎也是前一波 我們講的8月 最熱門的股票 這樣一飆就飆了20-30% 但是他回也回很快 我們講的前面的量 一直暴增 但是後面的話 我們講的破能量線之後 他開始轉落 開始跌跌跌跌 跌到現在 已經到彭哥的 戰鬥K線的一個趨勢線了 在趨勢線 這邊他已經尋求到一個短線的支撐點 但是他只要後面再繼續破 我們的趨勢線的話 他會很容易變成 空投趨勢 空投趨勢就是我講的 一跌跌不停 一直跌 所以告訴大家 33.55 他已經跌破了 他沒有辦法站上這個位置的話 行情他會持續的一個看衰 這就泰鼎 KY一個狀況 好我們來看一下大成鋼 大成鋼這支股票 從我們講的 在這裡 他已經站上我們能量線 他已經轉多 而且這邊進場之後 我們的成交量不斷的一直在 放大放大放大 擴張擴張擴張 他一直在漲 所以這邊也符合我們講的 主力進場一個結構 在這邊 他的成交量不能衰減 他的價格要持續的 上揚 不然他就很容易熄火 熄火他會掉下來 因為為什麼 熱情的投資朋友們 在這邊追追追 旁邊沒有人 他會孤單寂寞 覺得他就會想賣股票 這樣子股票就很容易掉下去 好 再來就是我們講的GIS 這支股票 從這邊 我們看到9月1號 他跌破了我們194.5之後 他就扶搖直下 一直往下衝 衝到這邊 已經將近破到140以下 你看這樣來回 兩個禮拜而已 他已經跌了5 60塊 這樣是不是很恐怖 所以要是告訴大家 我們股價結構的一個重要性 大家看一下 他只要沒有在站上140塊 以上的話 他還是持續一個 守空一個狀態 這個我們是快速的一個掃描 好 我們看最後一檔 國統 國統一樣 在這邊 他的成交量已經暴增了 這邊是要告訴大家 你看到 如果你這樣做股票的話 你看到成交量一直爆的話 突然 下壓量縮的話 你就是在這邊 追逐高點的話 就會掏到 這就是彭哥要一直要告訴大家 做股票 你一定要很小心 以上就是給各位投資朋友們 一個忠告 讓他想一下說股票怎麼做 才會賺錢 彭哥週泡 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